近视眼睛要是没配好 一戴着压鼻亮 眼睛越淡越累 还头疼发暈 度数很容易加深 在我请教了艳光师兼眼睛店老板之后 我敢说90%的姐妹 你的近视眼睛可能都配错了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就是超详细的配金指南 让你花最少的钱 配到最适合自己的眼睛 首先第一步按童句选近框 像我之前选近框嘛 就只管戴起来好不好看 从来不会管近框 适不适合自己的眼睛条件 后来才知道像我这种童句 比较窄的 如果配这种偏大的镜框 你看我戴上去之后 瞳孔是不在镜框中间 而是靠里面的位置 你看我的瞳孔位置是在这里 那制作眼镜的时候 是要把这种近视远偏最薄的这个中心点 对准瞳孔的位置 以我这副镜框要是打磨出来的话 它就是这样里薄外厚的 你看这样的眼睛戴起来又重又丑 主要是你这样看旁边的时候 会因为镜片边缘的成像效果差 看东西是会变形模糊的 眼睛自然就会觉得很酸胀 这样的眼睛戴久了 度数也会加深 所以我们选镜框的时候 是要看瞳孔是否处在镜框的中间 这样我们做出来的镜片后 才是两边厚度均匀 视物效果会更好 当然也不是说我们买眼镜 还要带把尺子去量 大家可以根据这个公式来算 镜框宽度和鼻梁宽度 镜腿上有标 雁光单上会显示铜锯 你们把这三个数值带进去 如果算出来小于等于3的话 瞳孔就差不多在镜框的中心位置 如果算出来是大于5的话 那瞳孔肯定是偏离了 哪怕镜框你戴起来再好看 也建议不要买 OK选好镜框之后 我们来选镜片 镜片最容易踩的两个坑 一个是折射率 一个是镀膜 先来说折射率 有时候电源会跟你说 折射率越高镜片越薄越轻 价格也会更贵 像我400多度 以前一听这话 就直接选了一个1.71的折射率 但我后来才知道 折射率越高 色散也会更严重 也就是说可能1.71折射率的镜片 清晰度还没有1.67的高 所以低度数的姐妹 是没有必要配高折射率的镜片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近视程度 参考这张图来选 赶快截图 再来说第二个坑镜膜 像镜片扛不扛蹭啊 防不防蓝光 反光严不严重等等 都取决于镜片上用的是什么镀膜 所以在这一步一定要知道自己的需求是什么 才不会花冤枉钱 一般店员会给你一本这样的册子 像耐磨和减反光 这两个点是一定要有的 不然眼睛会很容易有刮痕 或者拍照的时候反光超严重 那关于防蓝光这个点是需要分人群的 像我工作的时候 手机电脑看的会比较多 所以之前配的每一副都是有防蓝光的 但我后来做功课才知道 虽然它能减少蓝光对眼睛的伤害 可同时也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 而且像白天对眼睛有益的蓝光 也是会被它过滤掉的 在户外也是不建议带的 所以我后来又配了一副没有蓝光的 根据场合来交叉着带 还有关于防雾镀膜 这个就不建议大家选了 因为它的防雾功能是需要用进步去擦了之后才能启用 又贵又不耐磨 还不如买这种防雾湿巾 一样有效还方便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你们看完之后能够选到适合自己性价比高的眼睛 喜欢这些视频 记得帮我点赞收藏关注我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喜欢的话记得关注我哟